有一次就是我爸打電話來 然後他跟我講說他身體不舒服 因為你聽到家人不舒服 然後你就一定會很緊張 對 我就已經在了解說要發 到底是怎樣 然後不舒服 還是哪邊不舒服 因為我爸之前有心肌梗塞過很多次 爸爸年紀比較大了 對 然後他有一個人獨居 我就覺得好擔心喔 我就會趕快一直問說 到底是什麼樣想了解狀況 可是你在了解的當下 他剛好在旁邊 就是我男友在旁邊 他就會也說 欸 是什麼事情啊 感覺你好像就是很嚴重這樣子 前面我覺得我都還會 就是很有耐心的轉達 比如說我爸說 我爸說他哪邊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他一直在旁邊一直問 然後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對 然後他就一直會說 那現在怎麼樣怎麼樣了 然後呢然後呢 然後開始又會一直在那邊講意見 他就說 我知道哪邊有醫生 還是我現在幫他去問 然後是什麼什麼 就很煩 然後我到後來 我是真的大爆氣了 因為我覺得我要處理 而且我要先把事情 聽清楚之後 你再來出意見 或是怎麼樣 我現在已經沒有空顧到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找我麻煩 然後我就說 真的很吵耶 到底跟你屁事啊這樣子 情緒已經很緊繃的時候 還有一個人這樣一直在那邊煩你 就像 對 可能有些人已經受傷的時候 還一直要被傳簡訊逼問幾天 真的那個心情會轉不過來啊 凡事都有步驟 先讓我就是了解 你看我每次吃飯 對 我都會先預訂餐廳 我比較沒辦法 就是說 臨時到個什麼餐廳 去吃飯幹嘛來 為什麼 你知道 有些拍照啊 簽名什麼都很麻煩 所以提前預約會到有包廂 那邊就是邊邊講 好密一點喔 好發品喔 這也沒有什麼嘛 我只說一下而已 大家不需要酸葡萄好不好 聽我講完吧 那到了那裡OK了吧 好 現在問題來了 訂好的日本料理的餐廳 晚上要去之前 女朋友說 不去 為什麼不去 前天才吃過 今天再去沒什麼意思 我說那怎麼辦 我都訂好餐廳 不過也沒關係 反正我常去吃常訂 Cancel 無所謂 是 大家吃什麼 吃泰式的 泰式的也OK 我也認識幾家 所以我就打電話就去預訂 當然心裡面已經有氣了 對 到了以後 前女友她不大能吃奶製品的東西 奶製品 對 所以她叫了一個 椰奶的一個那個雞的那個 對 椰汁什麼雞的那種雞的 對 那我就吐槽 我就問一下 妳知道她講的 我覺得不是吃什麼 那個女朋友氣的應該是妳的嘴臉 對啊 為什麼要不要 誰送的妳啊 妳怎麼說什麼 因為她就 我看妳是不是吃奶製品的吧 那什麼古裝 這個一般人看到火都來了 真的 好綜藝 好綜藝 妳迷迟把我的餐廳給KIN掉 然後呢 現在又說換去吃泰式的 妳知道我當什麼 Cancel嗎 對 而且這一個禮拜下來 最少這種計碼 趙哥也太氣了 這一個禮拜的計碼最好給散 吃個泰式而已 對不對 最重要是說 講那個椰奶那個問題 我說妳不能 不是說妳不能吃奶製品嗎 吃的話妳會那個噁心啊 會反胃什麼 妳知道她怎麼講 她說什麼 老娘就只吃這個奶製品 哇塞 這不是要我嗎 不是 這個她的 真的耶 你們都還滿難相處的 所以不好說什麼 那當然那頓飯吃下來 很不爽的吃完了 只能這樣子啦 對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 到底女朋友在氣什麼 我真的沒搞懂 我這麼苦心積慮的 營造這個吃飯的氛圍 對不對 但是每次幾乎都是被她破壞 可是我覺得趙哥吃飯很累 兩個人就 我就是不喜歡 我就是要吃奶製品 有一點 真的就是男生有時候太白目了 怎麼了 因為我那次真的氣到不行 我們就一起 就會可能跟男友看電視 就看 比如說我一起上了節目這樣 我那一集有上 我就看一下我的表現 那男朋友完全沒在看我 她就說 欸 好棒 她就說 妳隔壁那女藝人叫什麼名字啊 因為她可能比較少看電視 看別人 對 她就說 大禁忌 還問這個 她是幾歲啊 然後前面我都這樣 大概二十幾吧 應該沒有吧 那她 她有什麼興趣嗎 還問興趣 關妳什麼事 然後這時候我已經就是 氣死 開始發抖 想說妳再來啊 我就說 妳問那麼多 要不要直接給妳她的電話號碼 然後她還說 沒關係啊 臉書就好了 好開喔 對啊 妳們臉書就怎麼樣啊 好玩啊 是不是很白目 妳聽完這一段 妳應該自愛的把妳的包包拿著 叫車走 喂 不是 妳們女生一模一樣 尤其在出國玩的時候 好 沒錯 很容易擦上廁所 也會翻臉 好奇怪 我們呢 就是那時候我跟我男朋友 去個海島國家 海島我都多開心 大太陽 浪漫啊 一起擦房子 太陽什麼的 感情加溫 對 我們那天的行程呢 就是要去潛水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先坐那個遊艇 然後很熱 我想說就一起吹風 她這時候開始臭了 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我不知道 我就一直說 怎麼寶貝 妳們吹風 太痛了 痛風妳是找不好 妳是多大的人去啊 應該不是痛風 然後她就有點這樣 沒有啦 什麼的 然後就一直不講 她說沒事沒事 我這種最討厭了 真的 然後整個在遊艇的行程 她都一直不講話 不疑我 臭臉 好 然後到遊艇那邊 我們就終於要開始潛水 她就很調皮的 從旁邊遊艇 就跳到那個水裡面 因為她很會游泳 她是水中蛟龍 可是我不會游泳 她就說小優趕快跳下來 跳下來 我說我不敢 我不敢 我要走 妳不會游泳 她還叫妳跳下來 妳還不懂意思嗎 妳 這是叫妳吃什麼啦 不是啦 是這個意思嗎 叫妳不要再回來 不是啦 結果呢 結果我就說我不要 然後旁邊都遊客在看 我就還是一個人 就走下那個船 她整個那一天潛水 一個大雅公 妳不給她面子 她覺得我不給她面子 然後她覺得我不會游泳 不能跟她一起玩 然後她早上臉湊 是因為天氣太熱 就是可能氣壓不下來的時候 就會來真的 什麼 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分手 這真的分手 這樣我也沒在怕啊 分就分喔 真的沒怕 帥 真的 然後妳就拍桌子說好分就分 然後妳又走出去了 才往大門一走 那個女的就棒拋啊 噴的時間太好了 不至於… 妳就聽到那個女生 砰砰一聲跪在地上 嚎頭大哭 就喊一聲你滾 哇塞 我聽到這個話我怎麼會忍得下手 就滾嗎 就門就開 這門一開那剎那 妳就聽到那個女的 馬上砰砰一聲爬起來 往廚房的方向走 妳不知道她到底不是摔東西 妳不知道她在開抽屜 做些什麼事就 叮叮蹦蹦很大聲 要幹嘛 就換我不敢走了 因為我不知道她要幹嘛 這時候才要走 她拿刀子怎麼辦 妳怕什麼妳身上都有小東西啊 戴著蝴蝶刀 這個時候我不敢走 我不知道她是要自殺 還是要開瓦斯 還是要做什麼更激烈事情 所以我會擔心就覺得說 那妳到底要幹嘛嘛 沒有 這種情況才要走 我覺得妳太單純了 這時候要走喔 萬一發生事情怎麼辦 不是 我覺得她女朋友 就是想要她過去 用力擁抱她 然後 我愛妳 我就沒事了 我不是壁咚她這樣 對啊 我這種男人不會做這種事 太早了 後來咧 後來 後來 就我過去 就說 好啦 不要鬧 我們出去吃飯 這才對吧 這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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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又很恨就說 那妳到底要幹嘛 那妳就不要跟我吵啊 不要鬥嘴 講了半天 好慘喔 撞玻璃這個我也有撞過 而且我是在我家的樓下 在停車場那邊 然後我是因為我要趕通告 然後我東西忘了拿 所以我就很急 妳是走進去 我是 我是真的是跑 然後我戴著墨鏡 妳為什麼要戴著墨鏡 在地下是跑 因為我就趕時間 然後我下車就想說 我看到電梯 然後那個玻璃就在那個 電梯的那個外面 我想都沒多想 我就往那個門這樣衝進去 然後我奔跑 我整個那個左腳的膝蓋 整個撞上去 然後臉也是這樣 整個這樣撞一下 然後再整個反彈到地上 然後我記得 因為我整個人沒辦法回身 感覺好像 我被一台車正面撞過的感覺 然後我就發現那個 我的臉上這邊就有刮痕 因為被墨鏡刮到 然後對唇裡面全部破掉 牙齒整個撞到 然後我的左腳膝蓋 超大一個黑色的瘀青 然後呢 我那天工作完之後 就整個覺得 我可能有點腦子痛 我自己覺得 然後我就回到家之後 然後我男友他就回來了 他就說 妳今天怎麼看起來累累的 然後我就說 我今天撞到玻璃了這樣 他也是笑我啊 他笑我笑五分鐘 你剛剛說有三千鐘 他笑我笑五分鐘 我覺得你男朋友比較厲害 沒有那個畫面 還可以笑五分鐘 我跟你講他一直笑我 他說你怎麼那麼白痴啊 誰會去撞玻璃 拜託長那麼大的人 你會沒看見嗎 然後我心裡面想說 我很想跟他吵架 可是我真的人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說 我現在頭有點痛 不知道有沒有腦震盪 你要不要陪我去看個醫生這樣 他就跟我說 拜託撞不了這種小事 我媽有撞過 她都沒事了 妳會有事嗎 他就這樣跟我講 這什麼回答啊 對 我就心裡想說 不是妳好歹妳也演一下 妳說 妳家還好嗎 小小妳 對... 那妳這樣子沒辦法吃東西 那要不要幫妳買什麼 沒有 他就說 不用小提大做 這種事根本死無聊 因為她沒看到妳真的撞到那個現場 問題是我的女朋友 那個時候女朋友就是 她那個女朋友多壞 還說 這個玻璃好衰喔 今天被一八個人撞 妳看看 真的 沒有 不是 因為她不知道身材很那麼嚴重 女朋友現在那個時候笑三分鐘了 她沒看到男生都笑五分鐘 對啊 你說男生是比較像這樣 算了啦 婚都結了 還能怎麼樣呢 妳在說 我之前碰過一個狀況是 我一樣 女生朋友她生日 然後她喝醉 她倒在那裡 然後倒在那她喝醉了嗎 她就開始吐 那通常我們吐還是會有意識起來 就是往旁邊吐或者是垃圾桶 她不是 她就是倒在那開始吐 不... 就等於說 倒在自己的吐裡 對 就等於說 她的臉 她的水旁邊都是吐 她以為她是 國父紀念館那個噴水池 對啊 我跟你講 她那個很危險 很危險 會窒息耶 正常來說我們都會 想辦法放她 就是頭弄一邊 然後輕吐 她男朋友在笑耶 而且一開始我們沒有人發現 是她男朋友說 妳們剛才看我女朋友 她吐在自己身上 然後她在那邊笑... 然後我們旁邊沒有人笑得出來 然後她笑就算了 她一樣拍照 然後PO在Facebook上 她說太好笑了 你們這些男生怎麼都這樣 她超壞的 然後我們旁邊說 她說不對 我覺得她有點就是 野道的感覺 就是 嗆到了 被自己的吐 然後她男朋友才 晃過神來說 好像是耶 然後我們立刻趕快 才扶起她來幫她清理 超壞的對不對 之後他們就分手了 因為 她男朋友把她女朋友 全部身上都是吐的照片 PO在Facebook上 這些故事我也有一個 因為我曾經 我之前有一個前男友 我們大家在過生日的時候 怎麼會呢 你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酒量很差的人 你是不喝酒的人 她平常不喝酒的 對 但我幾年前 有曾經想要訓練過自己 然後於是乎 我真的就喝醉 但是我用我謹慎的一絲理智 然後我還問我的朋友說 手機呢 手機在哪裡 然後我聽到我那個前男友說 我就整個人就昏了 我隔天起來 從我家醒過來的時候 我翻遍我全家 就是沒手機 我就立刻衝去她家 然後我問她說 我手機呢 她說 手機 我不知道啊 然後我說 可是我記得最後 大家是拿給妳啊 她就看著我說 哎呀 手機都是以前的東西了 掉了就掉了 真的要 真的要的話 那要不要再買個新的給妳啊 然後我說 不是我掉一個手機 那妳可以陪我去報警嗎 因為裡面有很多就是照片 照片 她說一副就是很不情願 然後就說 就不過掉了一個手機了 妳幹嘛要把事情弄得那麼複雜呢 然後我就說 我真的現在心情很糟 因為沒有手機 就等於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呢 她就說 那如果我現在要立刻放 找到妳的手機 妳會很感激我嗎 我想說 這句話是不是很有鬼 根本是不是很有鬼 對啊 很有鬼 故意掉妳胃口 然後我心裡想說 妳剛剛不是 就是妳拿著 講起來吧 對 應該是喔 然後我就說 妳剛剛講的那句話 是什麼意思 她說沒有啊 妳怎麼會那麼想要這個手機啊 妳真的有這麼想要嗎 可是她那個語氣 就讓妳覺得 這個人真的很幸福 這個男的 如果妳跟他結婚 我覺得 我不會去妳的婚禮 我跟妳講 這個男的太機車了吧 我跟妳講超快的 妳討人厭 最討人厭 最討人厭就是這種人 然後妳會覺得開心嗎 所以是跟妳一起去法國的那個嗎 不是 這種真的很討人厭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而且手機這麼重要的東西 跟聯絡的資訊都在那邊啊 而且就算她真的沒辦法 可是她跟你開這個晚上 妳都覺得她很過分 對 已經很激 她還在開這種 她沒有把妳當作是自己 第一次去日本 大阪自由行的時候 帶我兒子 我兒子那時候三歲 整理行李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三歲這種不大不小的年紀 妳一定要帶推車 我老公就說不用 要啊 必須的啊 我老公說不用 三歲男孩子就自己走 我說不可能 怎麼可能 他就說要出去玩 就是要自己走 結果到大阪的時候 我兒子呢 在地鐵 坐在那邊哭著不走 然後所有的電梯口 他都坐在那邊擋住別人 然後都不願意走 然後到處就大哭 因為他很累 然後到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我說妳自己解決啊 然後我老公就說 一開始先罵他 妳站起來 妳是男生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站起來什麼的小孩啊 然後老公說 妳站在那邊哭 走到前面去 我兒子還在哭 自己過一下就走回來說 好啦 爸爸背妳 他從頭到尾就背著我兒子 還背著我兒子 上合掌山的雪山 其實 日本買推車也是滿方便的 對 變得 對啊 再買一台就好啦 便宜的 這一次我們去澳門 過這個跨年 然後呢 我多了一個一歲的妹妹 兩個人了 應該要帶推車了吧 必須 是不是 然後我老公就說 對 要帶推車 但妳知道嗎 我們這次住的是喜來登 喜來登是什麼 五星級大飯店 什麼都有的地方 你還要帶推車幹什麼 妳就用借的 妳就叫他送過來房間 他就有推車了 我說那萬一沒有呢 沒有萬一 這就是五星級飯店 我們付這個錢 我們就會有這種的享受 我跟妳講 還有嬰兒的嬰兒床 他們也會有 奶瓶消毒器 這都會有 這個網路上應該可以查得到吧 對 可以先打電話 會有新媽媽嗎 有喔 會 但好死不死 因為是跨年 12月30號 都借完了 我們去Check in的時候 她就說 已經借完了 妳要用預約的 然後我就說妳看吧 現在小孩怎麼辦 一個四 一個五歲 一個一歲 沒有人要走 然後澳門又是在逛啊 就幹嘛 我說沒有人要走啊 然後我老公就說 妳下去問啊 每天起床就說 妳下去問啊 晚上要睡覺的時候說 打電話給客服問她說 有沒有人退了 有沒有人退了 每天就在我旁邊睡妳 妳要稱讚 也要抓對時間 如果照你們剛剛講的內容 就是可能是她比如說 今天是一個 要出席一個什麼 她穿的衣服 比平常不一樣 妳就稱讚她漂亮 她會真的覺得自己很有自信 可是不是說素顏去買菜 妳說她很漂亮 就那個時間是不對的 沒有 可是她是錄影啊 而且妳平常 就本來就應該要 偶爾做一些這些事情 不是說很少突然做 當然會覺得很急 一定是小咪睡前她卸妝了 所以我講說愛她 她覺得我不行 她不行 可是可是 可是我覺得她們 剛剛講的那些稱讚 如果是對我 我覺得我都會接受 不會去懷疑 她們做一些什麼事 可是我有碰到一個狀態 是她稱讚我 但我真的很不爽 她怎麼稱讚 就對男朋友是這樣 唉唷 寶貝 好可愛喔 最近肉瘦的小胖子 大扣吧 對啊 什麼小胖子 誰是小胖子 對啊 誰要當小胖子 可是她覺得那是稱讚 她覺得妳好可愛 她覺得妳變肉肉 好可愛 誰要 對啊 誰要 對啊 什麼東西 就像剛剛我進來的時候 那個管理員說 最近胖了喔 年輕的時候 玩越野機車 玩越野車 然後呢 我那個女朋友呢 她從來也 從來也不會想說 我坐妳摩托車出去玩什麼 不會 可是有一台 我有一台小綿羊 平常在練習用 跟跑綿羊賽的時候 她也是越野胎 然後有一天就買菜 她說 欸 我沒坐過妳摩托車 我說欸 妳有興趣嗎 好啊 那我們就是到附近超商嘛 就騎那個100cc的小摩托車 好 騎 然後路上就一直聊天 我說我第一次坐妳摩托車耶 好好玩喔 怎麼樣怎麼樣 那妳以前怎麼樣 聊一堆 然後回程就聊聊聊 突然聊到一個 她說突然聊到一個說 欸 我看過電影上這樣 怕摩托車可以這樣甩 妳會嗎 我說我會啊 騙人 真的甩給我看 甩給我看 我說蛤 甩給我看 好好好 那妳下來 他說蛤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坐車上 我說不行啦 那妳一定要下來 我才有辦法甩 因為那是摩托車 不要 我要坐上面 我說真的妳要 坐在上面然後妳甩尾這樣 對 他說她坐在上面 妳真的載錯了 妳要是載中心靈 那一台車怎麼這樣甩不起來 我 我載中心靈 在中心靈未必好甩好不好 他還會臭膚臉 在中心靈可能那個 軸承都已經斷了 看我怎麼下 所以我都不坐摩托車的啊 奇怪 那噴乾冰妳是中心靈養的是不是 那妳講到中心靈 毛起來噴是怎麼樣 對 真的 中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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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甩尾怎麼樣 結果就硬要我跟她甩 我心裡想說 停車場比較好甩 然後接著我把我第二個想法告訴她 我說那我輕輕甩一下就好 好不好 好好好 然後好高興 抱我抱得好緊啊 我說妳弄好啦 我就把車放鞋 我說好 準備囉 來囉 我要灌油門了 1 2 3 我一灌的 就甩一下 甩一下 她是啪 撇腳 啪 大致的 撇在原來那個地方 因為那根本抓不住甩不住嘛 對 文明哥 你有因為這樣跟她的戀愛關係終止嗎 沒有沒有 跟那個沒有關係 沒有終止只有告別事啊 反而因為她生病 反而因為她受傷 我有更多機會跟她獻殷勤 反而其實還蠻好 大家都會覺得 基本條件要是好男人 就是那種 媽媽都會叫你嫁那種老實啊 木娜啊 然後就是家裡 不要太活潑的 對... 不要太多話的 對 然後這種大家就會覺得 是什麼科技業啊 就是這方面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台灣的好男人 大部分就是女生自己在挑 就比較不是媽媽在挑 就會比較訴求 就是生活上要有 要會生活 懂生活 幽默風趣這種 懂生活真的很重要 現在很難 懂生活好重要 所以那些講話比較木納的人 就會不會是現在 就跟我們標準是差很多的 我覺得 對 現在的新好男人要有新的一個功能 我覺得就是會聊天 因為不是說像我們上節目 才需要就是會聊天什麼的 那私下跟男生出去約會的時候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照他媽媽的要求去交了一個 就是做軟體的人 然後做軟體是什麼 科技業嘛 科技業 工程師 對工程師 然後他去跟他吃飯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 從後到尾都沒有什麼講話 因為這個男生就一直在跟他說 他最近設計了一個 手機的APP是一個鬧鐘 那女生會不知道要接什麼 然後又或者跟他講一些 一堆數據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正常會說七八分寶 可是他可能會講個什麼 什麼 我就是很精準一直在 就是那個 很幽默啊 哪裡幽默 可是如果碰到 也是在做工程師的女生 就會覺得他很幽默啊 可是現在有很多男生是這樣子 他可能在網路上面 或是在跟你微信啊 或是Line的時候 哇好活潑 可以聊天 然後到JuMe 然後圖案可以代表所有一切 可是真的跟他碰面的時候 我的天啊 他跟他的文字上面的個性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我有一個朋友還專門就是幫 另外一個朋友把妹 他就是說 我幫你用Line用個幾天 你就追得到了 然後他出去的不是他啊 是會聊天的這個男生 對 我跟晴雲一起去咖啡廳 一般的位置大概這樣嘛 四個人的位置 是 對 我們的晴雲 是 這樣子 面對面 對著 對著 普通是這樣子 我們也是這樣 沒有問題 聊天啊 對 聊天啊 然後剛好那時候我的朋友在那個旁邊 所以我問他可不可以他來這裡 我想介紹給你 他說可以 所以他來了 他來了的話 他要坐哪裡 我朋友在這裡旁邊嗎 不行 當然這邊 對不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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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沒有問題 他坐這邊 我就這邊 我的女朋友在這邊 對很正常 對啊 然後回家之後 他開始生氣 為什麼 回家之後他打給我 你今天做了兩件 兩件的事情讓我很生氣 什麼 第一個是大概我問我朋友 突然問我朋友來這裡 所以你沒有穿什麼很漂亮的衣服啊 很漂亮的頭髮 沒有面子之類的 你看我沒有打扮 第二個是大概不知道 在餐廳我很吵嗎什麼的 他說不是 兩個都不是 你可以帶你朋友來 但是你朋友來的話 你一定要過來我這邊 然後坐 跟我一起坐 不要讓我一個人坐這邊 這個很沒禮貌 那是女生朋友嗎 不是男生朋友 男生朋友應該還好吧 但是我女朋友的意思是 我有男朋友 為什麼我男朋友 不配我一起坐呢 在場三位都還可以 OK啊 你們女生又有包包什麼的 可能要放 對 放旁邊啊 而且如果他聊得很開心 我再Call我的朋友來就好啦 因為重點是 他的那個來的朋友是男生嗎 男生 對 女生就有點不對 我覺得我是沒問題 第一個還好 第二個 他跟我講話的時候 他的頭 他的身體 都是往前一點這樣子 寶貝今天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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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但是 我的姿勢是這樣子 這樣子聽 他覺得你不太熱衷 在你的話題上 對 他覺得這樣子的 我們就這樣子的話 很有距離的感覺 沒有沒有距離 但是我覺得那個 一直很舒服啊 而且咖啡店 不能做這樣嗎 對啊 我一定要這樣講 他想來講 他只覺得自己很舒服 那個壓力很大 不是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好情 對啊 你們還是不適合啦 真的 對啊 分一分好了 沒關係 真的沒有什麼好情 真的覺得 女生的語言跟我 男生的語言真的不一樣 當然 比如說我們之前一百天的時候 但是我真的很忙 所以我真的忘記了 我們一百天的紀念日 但是他說 而且在韓國 這樣覺得小的紀念日很多 什麼 22天 在一起 22天 要紀念 我們有 22天 對 還有什麼 Polky Day 11月11號 還有什麼 Black Day Black Day是什麼 4月14 4月14號 一定要 單身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 然後去吃那個 騙前日啦 騙前日啦 好多節喔 天啊 單身要去吃炸醬麵 對… 而且還要穿黑色的 對 穿黑色的 不是 為什麼韓國那麼多種節日 是誰發明的啊 都韓國人發明的吧 反正是超多的 所以他跟我說的是 這樣子的小的節日就很有致了 所以我們不要記得 所以就是搭的就好啊 什麼生日啊 或者是生誕節那一種 我說好 結果幾個月之後 9月3號 他跟我說 什麼日子 昨天2號是什麼 什麼沒有啊 他們沒有過軍人節的習慣 是什麼 對啊 他說 我們是我們的 一週年耶 一週年 一週年很重要耶 一週年很重要耶 真的難想過耶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什麼小的節日嗎 一週年一定 一週年是大節日 不是小節日耶 一週年是大日耶 所以你們都是紀念 一週年 二週年 三週年 四週年 都有嗎 一週年很嚴重耶 對啊 還好啦 我每次不會到一週年 那是你個人的問題 對啊 所以這樣他就不開心了 對啊 超生氣 他就跟我說什麼 你不愛我嗎 你改變了 但我後來發現 女生生氣的時候 你不能太快做決定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局是真的 哪一局是假的 喔 所以是企劃嘛 對 我覺得女生呢 本來真的不懂男生的事情 我每一個禮拜日 下午3點到5點要踢足球 所以我有跟他講 好 我們6點在家裡吃飯 上個禮拜啊 我們5點在拼 我們的比賽平手了 我們一定要把它踢完 我們要做演唱賽 然後我不能接電話 因為我們沒有後部線索 所以結果 我太晚回家了 大概6點半 當然 他的食物全部都軟掉了 他還在等我 我超生氣 我跟他說 對不起 那我解釋 為什麼我太晚了 因為戀槍賽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他 完全不懂 這樣子什麼 怎麼說 男生的勝負的世界啊 我們 還是數 我們沒有拼手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 硬還是數 比拼手重要 其實我老婆有一點壞習慣 有一個壞習慣 他很喜歡 就算了 蛤 但是 還很喜歡問我 有沒有味道 這樣子 對 味道有味道屁 對 他怕他的頭皮有味道 臭 對 你的老婆都沒看我們節目是不是 我真的很擔心你有一天 對 你講了那麼多 你老婆會不會有一天生氣 但是重點是那一天 他剛換了他的一個新的香腹 洗白線 洗頭髮之後過來 問你香不香 對 然後就問我有沒有味道 但是那一天真的天氣很熱 所以我跟他說 一定你的香腹的問題 或者是你脫皮的問題 你去看 不要問我這樣子 你怎麼講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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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嗎 這代表他有罵是合理的 太過分了 快看醫生 真的是你不貼心好不好 好不貼心喔 太過分了 你的回答跟賈斯汀 也差不了多少咧 真的 對啊 是你們男生的問題 超生氣點 好過分耶 應該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們兩個在家裡 沒有人看我們 而且我們不是什麼 親女 我們是已經夫妻結婚了 所以如果我沒有告訴她的話 她永遠都不知道啊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級獎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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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